6月16号上午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集 金爵奖评委见面会在上海召开 会后王景春也是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大方分享了此番 第二次担任评委工作的感受 并自爆还没有看 秦海陆指导的参赛影片 赴湘鑫 不过对他的演技是非常欣赏的 其实是我第二次当评委电影 我之前上电影节 我做过那个短片子的评委 觉得特别有意思 能够看到普通风格 普通题材的签字 然后以后尤其跟这些电影 接触的电影 我们在一起能够交流 有些时候还会有正常的意思 表达各自的对电影的一个观念 然后以后自为喜好 这次认为作品 你有秦海陆的当作吗 因为他是一个男的表演 我还没看《签字》 总之我没有办法评价他的作品 但是我作为演员 作为同行的时候 我是非常欣赏秦海陆的表演 贝文吉自己主演并在柏林封地的第九天长等影片 虽然在国际上有很好声誉 但在国内却票房惨淡的现象 王景春也是淡定的用小火慢顿形容那些优秀电影 终究有一天会得到影迷们认可的 其实现在环境是挺好的环境 但是我觉得你的优秀作品 不应该去用票房来衡量 就是说我们不能用 所有价值观 不能去用 钱来衡量一样 我觉得如果当金钱成为价值观的唯一衡量标准的话 应该就有一点挺没真正的 对吧 其实现在像对于天长在网上放的时候 点击到非常高 很多人就觉得很遗憾 没有去电影一样看 他们就觉得很遗憾 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因素 还有宣传爱好很多因素 他们也不去看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在网上看也是一样的 点击的一下也是一样的 你现在看 那就很多人很喜欢那个电影 我觉得很多是会长电影 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像一个小火 小火慢顿 慢顿慢顿 很多人就看完了 他就会很习惯 通过一部喜欢 第二部第三部就是这样 我觉得生活也是这样 也应该小火慢顿 慢慢来 期待最终的评选结果 上海报道